嘿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来来跟各位分享的游戏是 王牌钓手 欢吊水族馆 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居家派对拿出来一起玩的游戏 除了吃鸡的程度跟竞争的程度非常强烈以外 边玩也边有机会去瘦瘦自己的手臂 当然这种额外的功用就不用太过认真 前阵子我去日本中原的百老汇 在一楼有看到一台王牌钓手的电玩机台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时机在游乐场出现的样子 说真的玩的人超多的 而且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 整群很热情的围在机台旁边玩 而且这次的欢吊水族馆 也算是他的机台推出的10周年纪念作品 上一代的王牌钓手据说到现在也已经卖了突破80万套 几年前办的switch聚会上 也是有不少人跟着大家一起风钓鱼 气氛上来说真的是会超级欢乐 这一回的玩法会有点类似电玩机台的感觉 在玩的时候需要投币到一定的数量 才能够去使用对应的钓杆 如果想要用绝招去麻痹钓到的鱼 也要用金币一枚一枚投进去 当然他的玩法还蛮多样化的 不同的玩法也会有不太一样的操作跟功能 首先是大厅这边可以看到他的正中央 会有一个王牌水族馆 在这边新手教学的时候 就会带大家进来里面 转转扭蛋 也算是呼应到这一代的副标题 欢吊水族馆 里面的功能可以利用金卡银卡或者是金币去转扭蛋 扭出来的东西就是鱼类或者是一些水生物的图件 主要是可以来做一个收藏的概念 重复抽到的就会化成金币再度还给我们 开到一定的数量 他也会开启新的区域给玩家继续去收集 万一一直抽不到的水生物 也可以利用金币直接购买 只是得存多一点的钱才可以买得到就是了 后面则是有一尖尖的展示中心 可以看到水生物在那边悠有快活的画面 有点类似动身在玩那个博物馆的感觉 那出来广场只是可以看到一些NPC 或者是地上会有掉落的金币可以收集 NPC的话大多会给一些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还算是不错 因为要么就是从游戏里面的特色跟玩法去猜 要么就是从日常的生活姿势当中去科普一下 重复答题达到对为止都OK 他不会有什么答错了就重来就不见了 那答对之后会送一些少量的金币 广场的最左边是莎莎的狂热潮 这个是推金币的游戏 一样要用金币去丢 掉下来的金币就会再入回到我们的口袋 收集他掉下来的一些球 跟转出来之后的拉霸 也会有机会得到一些不错的bonus 或者是可以进去一些bonus的关卡 那喜欢去游乐场玩推金币的啦 这边就算是提供一个不错的出口 可以来试试自己的技术跟手气 出来广场在稍微的往右边 会看到独独传说 他是有剧情的玩法 他会利用钓鱼的方式 让每一关都有指定的任务需要达成 要完成广场的难度我觉得不算高 因为我跟库巴在玩也可以轻松通过 他每一关也通常会有一些挑战 在条件内过关的话会有一点点bonus 那这个会比较难一点 因为需要花时间 让大家都稍微练习一下才比较有机会拿到 剧情的部分也不算太复杂 大多都是在聊水之源的污染 鱼类啊水下生物的变种问题 还有一些造成的伤害 算是很良性的给玩家一个蛮好的观念 他有一些设计也是要在钓鱼的过程当中 顺便去把垃圾钓出来 届时可以得到一些发动大招的机会 这一块的阐述真的是要爱护环境 因为垃圾是产生之后 自己去处理掉就好 那一些污水的排放也可能会造成水下生物的变种 有一些关卡会需要钓毒鱼上来 那部分类似boss的鱼类也会变成邪恶的状态 重点是被我们抓到 还要跟玩家来一个角色对话 十足卡通的这些角色 接着再出来广场往右边走 第三件会来到王牌钓手plus的建筑 这边的玩法跟大型机台类似 玩家会有各种不同的钓杆可以装备 主要分成三种能力 一般超级终极 拿这三种能力的钓杆来钓需要付出不同的金额 鱼杆除了越强越容易钓到大鱼以外 对应的鱼杆也可以去召唤相对的鱼类 在钓鱼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放招式去麻痹鱼类 好让它们有短暈的晕眩时间 比较有机会可以上钩 每关能够钓到的鱼都不太一样 不同的鱼种钓起来也会有不同的金币数量可以赚 在有金有出的状况之下 就有点类似做生意的概念 投的钱要比钓回来的所得所换到的钱还要少才行 不然辛苦赚来的金币就会快速的消耗光光 每关除了有正常的钓鱼以外 也会有大型鱼类出现的bonus实践 基本上就是努力的钓越多钓越好才能赚的越快 旁边一般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每日任务可以解 甚至在赚到金币之后还可以去开发机台 让机台可以出现更多的场景 也可以出现更多不同种类可以钓可以玩的东西 它的操作会有分成两种 一个是单边的Joycon 一个是两只Joycon 那单边的你可以利用按键来玩也算是还不错 或者是搭配钓鱼竿的周边 那这回我是没有用钓鱼竿玩的状况 是直接用两只Joycon的体验 整体的体验是还算不错 左边可以帮忙控制抛肝的方向 右边就是负责抛肝麻痹鱼类 再认真的把鱼钓起来 体感的话算是这一款精彩的地方 因为它设定的也不错 不用进去里面开开关关的 直接就是双漆在手把上 想要挥挥手运动一下 描好抛肝的地点直接甩一个Joycon 鱼钩就可以依照力道抛出对应的距离之外 接着钓到鱼之后就是认真的晃 用尽吃奶力去咬你的Joycon 把鱼耗的钓起来 万一玩累了咧 就把按A当做抛肝 力量一样用点击力量条的地方去按 然后接着再按A就可以把它钓回来 麻痹鱼类的话是没有差 因为它本来就是要用按键去按 用体感的方式玩真的会比较激动一点 像这两天气温这么低啊 我跟库巴在玩也是要开电风干吹一下才行 不然身体实在是会微微的出汗 超级夸张 钓到不同的种类在这边也可以收藏 解锁一些图鉴 解锁之后还可以再拿到一些不同的奖励 接着再出广场往右边走 会有一个幸运轮盘 跟一间小小的角色中心 那这边的轮盘可以每小时转一次 拿银卡或者是一些金币 角色中心则是可以去创造角色删除角色 它可以同时设定好几个角色存进去 依照几个玩家来玩的时候 再去选对应的角色就好 如果是跟朋友一起玩的话 它也会有预设的来宾给别人来选 不一定要全部好都由自己来捏脸创造 捏脸的部分也算是可爱 虽然说变化没有收到超大 可是可以做一点变化 做一点代表性的人物出来也还算是不错 接着再往右呢 诶 线上神雕刻锦标赛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凌晨2点多玩 线上配对了5分钟左右 是完全没有配到人 而且我有退出过一次再重新配对 结果还是一样 除了可以上网去玩 也可以开私房跟朋友 一起在各自的家中连线一起玩 不过上线去跟别人玩的话 是需要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服务 有达到排位有升的话 也可以得到一些奖励 再来出来往右边 王牌钓手派对 这一间属于是小游戏 里面会有四个模式 钓鱼大会对决 迷你游戏对决 还有旅游对决跟高手挑战 钓鱼大会对决这一个蛮好玩的 而且会有不少的异业合作 像是赵寿司 还有些章鱼烧 好几个在现实世界中会看到的 扛棒 在这边也会出现 里面有9种模式 每一种都可以设定 有没有终极必杀 有一些还可以设定 抢夺战斗 得到第一名 可以得到一些金币的奖励 重点是他9个方式 都会有不太一样的目标 有的要以钓到的总数量为主 有的要以钓到的 等值金额最高为目的 有的则是要以钓到的 鱼的总重量为主 那你看那个总数量的话 就代表可以去钓一些小鱼 好上钩数量又多 那钓金额的话就要认鱼 有一些比较大只的未必贵 有一些看起来身上有杯钱的 好像看起来比较贵 可是它也不一定有多贵 总重量也是一样 有些鱼看起来蛮匪又蛮大只的 可是钓起来重量 就会跟想象中有点落差 刺激的程度还不错 因为笔的数字不太一样 像我去钓那个笔钱的 钓到一条鱼有好几亿 看了都快财富自由了 那迷你游戏的对决 总共会有12个小游戏可以玩 每一种都非常刺激 玩起来有点像是早期电脑的一些 flash免费小游戏 可是因为这个要搭配 亲朋好友一起玩 所以认真的还是会推给那些 喜欢趣味游戏来竞赛的朋友 12种小游戏的比赛都不长 每一关的玩法都不太一样 有的单纯用按键操作 有的要搭配离杆 有的很吃反应 有的得看得懂文字 有的也得要认更多的鱼的种类 才会比较吃香 不过这个模式就限定用单边的Joycon 但它可以设定惯用手 玩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另外两种旅游跟高手挑战 就属于迷你游戏的变异种类 旅游对战是随机的玩小游戏 它会分成三种不同的所需游戏时间来分 有10到15分钟 15到30分钟 30到45分钟 选出来的话 它就会帮我们搭个几关 是随机搭的 比较不知道会玩到什么关卡 能控制游戏的时间 公平性也会比较好 至少不会某人特别擅长哪些小游戏 结果就只有PK那几种 高手挑战的话 则是会把迷你游戏变成有难度可以调整的 如果你觉得难度真的不够的话 就来这边调一调再去PK一下 啊整体来说 我认为它是一款非常欢乐的游戏 要用几只JC来玩 如果是可以选的模式 也可以优先讨论一下 或者是看看家里面JC的数量来决定 要用体感还是按键玩的 如果要求公平 也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因为游戏的警车有度是蛮好的 刺激的程度也不错 再抛出鱼竿是否力道对了 方向对了 接着哪种鱼会上钩 拿回来的过程又是否顺利 还是要麻它很多次 最后线还断掉的 会有蛮多位置的可能 所以玩起来会越加的刺激有趣 音乐当然也算是一大助力 因为它在该悠闲的时候会蛮悠闲的 该激动的时候呢 音乐可是会比人激动更多倍 这个也跟你的手上如果有开启震动的话 手把这个震动感也是类似的 整个气氛会一路的被往上拉掉 一款好玩的派对游戏 我认为就是要让场子能够弄得热热闹闹的 然后非常的乱七八糟 我觉得这才是它的精髓所在 像这一款其实我之前有在办一些 Switch的同好者聚会 再去其实真的就差蛮多的 因为它就是要在那边摇嘛 然后当时是规定大家都要用摇的方式 才能够去钓这个鱼 反正把大家的规定全部同意起来 所以就看到一群人在萤幕面前 很用力的在甩杆子 很用力的在那边挥 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游戏的方面是长得像这个样子的 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缤纷 非常多的鱼种可以玩 那游戏在体育模式跟迷茫模式 都可以支援一到四个人玩 掌机模式的话则是只能够自己一个玩 它是没有支援到Pro的手法 全部要纯用Joycon 那两支Joycon的体验 会比一支再稍微好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家里面有比较多Joycon 都是可以派在这个时候储藏 里面的话呢 这次的卡夹是CHD的版本 也放了一张广告纸的东东雷音记 这边的话还有附一个首币特点 它是浦岛太郎套厨 好了那如果还没有玩过的朋友 对于这款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玩玩看 甚至家里面有一些大朋友小朋友 想要一起玩的 那如果透过这些大电视 相信它会是一个非常欢乐的选择啦 OK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在下面点喜欢 比较分享 也别忘记念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洛卡 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Bye